2012年的3月22到25号 我去看了一个展览 我非常喜欢看展览 看展览是我的嗜好 可是呢 说真的我的时间档也是非常的满 可是这一个单位寄来的这个请贴 让我一定要拨时间 事实上我记得那是我从南部演讲 然后拉着行李 下了火车 然后直接坐捷云 然后赶快跑去他们的展览的地方 为什么即使我只有两个小时 我也要去看呢 我要跟大家报告设计的威力 这是我第二次收到这个单位的通知了 这个单位叫做台北新艺术博览会 它寄来的邀请卡 是这么一个夹子 里面有相关的资料 你看它这个设计 就是非常的有系统 请问里面好多单元 这个预览的这个开幕式的请贴 请问你会把它丢掉吗 不会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收藏的东西 这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我就不仔细说了 可是你看吧 VIP Invitation 这里面有一张这个卡片 你必须凭着这个卡片 你才能够进到那个展览场所 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善用这个设计 大家可以近距离再看一下 这一些文案 Art Revolution 台北 新艺术博览会 在2012年只是办第二次 可是他们在第一次办的时候 它的成交率就高达好像八成 你要知道 一个画展 其实在现场摆了很多画 并不是每一个画廊 每一个画家 他们都有收藏家来收藏他的作品 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所以2011年的成功 让他们办第二次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当你收到了这么样的一个单位 寄来的这样的一个资料 你会不会把它收藏 我们的资料都太多了 很多东西都是过眼淫淫 可是这个单位的资料 我都会收着 因为舍不得丢 因为它设计的太好了 包括它的这个资料的提袋 这环保袋 你也会把它拿起来用 那么这一个台北新艺术博览会 我了解的话 它这个主办的单位 它也是一个艺术家 而且是一个非常多元化创作的艺术 也是一个在思想上面 有很精进的修养的人 那么它跟一般的画廊博览会不一样 那是以画廊为单位 因为如果画廊不喜欢 你这画家就没有出头的日子 所以它这一个展览 全部是以画家为单位 就是你要经营你自己的画作 你就来参加它这个博览会 所以两种画展都值得我们去参考 可是我必须说 同样都是艺术的单位 可是人家这个设计就是真的很棒 整个的风格 用字 颜色 跟那种细腻的地方 那么我当然不是希望大家都来 都对艺术有投入了 我想要说的是 我前一阵子去一个学校演讲 是一个工科的学校 你知道吗 那些工科学生都一帮帮做的那些 年轻人的特征就是 我看你能讲什么 好像没有讲到什么演艺人员 没有讲到很劲爆 也没有讲到笑话的话 我就没反应 可是你知道吗 我在那过程当中 我讲到一段话的时候 下面的人都有很有感觉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就说你们不要以为 你们很会设计东西 你们很会搞电机 你们很会搞电子 我说就请问一下 iPhone跟iPad 为什么卖那么好 我们知道智慧型手机 它不见得是最好的 可是为什么 我们一拿到桌上 人家以前就是说 人家没有iPhone 我要拿iPhone 现在是我有了iPhone 我要看人家有没有 就是变成它拿的是一个身份 其实iPhone有它的缺点 比如说它就很容易快 用电会用完 可是为什么大家还是喜欢它 所以我跟那些工科的学生讲 你们在做硬体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软体 你在做商品的结构 跟功能的时候 一定要结交哪一方面的朋友呢 设计的人啊 艺术啊 音乐啊 就是你要你的商品 设计的好 才会先吸引人家的眼球 如果说是功能好都不行 可是看在那边就很笨 看起来就好像是 上古时代的人家用的老东西 这个就失去了第一眼的竞争力 所以像我 我写书那么多年 我从书的名字 到我的书的封面 我的设计通通都是 在写书的时候就有构想 我觉得我的竞争就来自于 我不是只有搞文字 我对于画面也是 也是从学生时代 就是做编辑 就是做美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帮助是很大 所以建议大家 工科的学生的学生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不要认为你的商品好就好了 你得要跟谁合作 你要跟帮你的作品呈现出来的那些人 从你的商品的外观 包括包装 包括slogan 通通都是会帮你的产品加分 如果这方面没做好 可能你很好的产品就没有机会得到消费者的注意了 所以从这个台北新艺术博览会的店 去年的我也留着 到现在还会留下来 你看一个单位做到 我寄给你的请贴 你都会留的 这才是厉害 对不对 那然后同样 你说iPhone的手机 这个因为我喜欢红色了 所以我要用这个套子 所以一样的商品 可是你的design决定结果 设计决定结果 这是我的感触 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80 20行销擂台 里面提到的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成本 只有行销是利润 而行销世界里面设计非常的重要